大家好,我是小妍 想吃五香烧饼,在家自己制作吧 轻松简单就可以制作外酥里软很好吃的五香烧饼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具体做法吧 首先面盆里放入300克面粉 里面放入3克酵母粉 先把面粉和酵母粉搅拌均匀 再用190克温水进行和面 搅拌成大面絮 将里面加入10克食用油 再拌面絮,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揉好以后,盖上碧莲进行发面 现在天气准凉,发面的时间可能稍微比以前要长一点 发成两倍大,满满的蜂窝状 现在要把面团取出来 面板上先撒上干面粉 面团先揉面,排出里面的气泡 先揉成长条状 用擀面罐擀成长方形的面饼 面饼的厚度在1公分 先上面撒上五香粉 少许的食盐 然后把五香粉和食盐滑了均匀 上面再拎上食用油 油量不要太大 用刷子把食用油刷均匀 上面边缘的部分不用刷油 现在可以把上面边缘的部分刷上清水 再从底下的边缘部分卷起来 向上卷,慢慢地卷起来 再切成小一点的小面剂 取其中一个面剂,把收口处压在下面 这个小饼也不用擀 直接按压成一个饼状就可以 电饼铛多刷点食用油 把小饼一个一个的放入电饼铛 小饼不用太厚 差不多1.5公分左右就可以 盖盖闷三分钟左右 煎至底面微黄色 进行翻面 另一面煎好以后 再继续进行翻面 然后盖盖再焖一分钟 可以按压试一下 如果很快地回弹就可以了 捏一下小饼外酥里软 钻在手里很快地就会松散开 一点也没有加生的迹象 吃起来又香又软 外皮又很酥脆 这个五香粉的制作方法简单又好吃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吃做吧 喜欢我的视频不要忘了点赞和转发哦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